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最明显的就是你的皱纹开始变得很明显 然后会有白头发啦 然后体力开始变得不好 而这些呢都是因为我们的身体的细胞开始氧化 就是自由基的产生 而自由基的产生呢有两种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身体在做新陈代谢的时候产生的废物 而第二种呢就是当我们的人体要抵御外来的病毒的时候 我们的身体就会自己产生大量的自由基 而抽烟 喝酒 熬夜这些呢都是造成我们身体老化的元凶 现代人的压力大 环境污染也比较严重 所以呢我们体内的自由基也就容易泛滥 那这里陆老师要建议大家用一些非常简单的饮食方法 来延缓我们老化的现象 首先呢建议大家可以每天使用一颗综合维他命 那综合维他命里面呢包含了我们每一天所需要的抗氧化的维生素 例如维生素C它是天然的抗氧化剂 具有胶原生成的作用 为水溶性的维生素 它很容易被代谢排出 建议各位爱美的女性呢可以多多摄取水果来补充 而维生素E呢它是最强力的脂溶性抗氧化剂 可以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发生 我们可以多吃小麦胚芽 全骨类 豆类 绿色蔬菜来补充营养 但是要避免过量哦 和陆老师呢有一个小秘方就是我每天都会摄取红花籽油 红花籽油里面呢富含维生素E 而且还可以控制我们的体重哦 再来就是β胡萝卜素 它有抗氧化增强免疫力的作用 红黄色的蔬菜呢含有丰富的β胡萝卜素 建议大家可以适量的摄取哦 再来就是茄红素 它是一个非常有力的抗氧化剂 也是蔬果红色素的来源 番茄 南瓜 红色的葡萄柚 只溶于油脂的特性 经过烹调后更令于人体的吸收哦 再来呢就是青花素 是属于多分类的抗氧化物质 可以降低坏胆固醇对人体的伤害 可以多喝蔓越莓汁 或是吃腹盆子得到该营养素 而三十岁之后呢 女生的身体会逐渐的流失钙质 而造成骨质疏松症 按时的补充钙呢 不仅可以预防我们身体的骨质疏松症 而且还可以帮助我们舒缓 月经要来之前的金钱不适症状哦 再来呢就是记得补充酵素粉 还有益生菌 因为酵素呢可以保持我们的健康肠道 常常有一句话说 保持你的肠道的健康就可以保持你的年轻美丽 而益生菌呢可以预防我们的身体 因为环境而产生的过敏 分享了几个抗氧化的饮食原则 陆老师希望大家都可以透过天然的饮食 以及正常的作息 让我们长宝青春永远美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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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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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